別說goodbye 因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為我想你 I'm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誰會是你的 你的 你的 So come on baby Oh come on baby I love you It's perfect love 因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為我想你 I'm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誰會是你的 你的 你的 I don't speak you I don't know the titl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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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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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介五哥 你回来了 怎么 没见到嫂子吗 既然是见了 但还是不理我 你的礼物公事不见效啊 别提了 她跟我说这样做 会给她更大的压力 那可难办了 所有能融化妹子的招式 嫂子都不见效 那得从长计议了 可珊 你跟小音那么熟 帮我想想招呗 又叫我想办法 我又不是陈音 你问我干嘛 淘气 小音不理我 她还跟我耍脾气 我看哪 你得改变公事了 什么公事 绕道啊 嫂子那边铜墙铁壁 你可以从她爸妈那边下手 对啊 你说咱们女儿是不是太神秘了 搬到什么地方也不讲 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说她 算了 我自己问她 别别别别 我刚跟她通过电话了 她最近忙得昏天暗地的 说有一个画展正要举办 别去烦她了 听说她最近都不理家舞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一把 帮谁把 是帮家舞还是帮女儿啊 真的是很为难呢 别为难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赶快去洗澡准备睡觉了 没事吧 来 不行不行 好 欢迎 这是简介 拿好 你们好 里面请 你好 谢谢 来 需要简介吗 这是简介 请拿好 你好 需要简介吗 你好 这是简介 拿好 里面请 简介 谢谢 你好 七百S老师 这是简介 你 你们也来了 来来来 给你们简介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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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拿好简介 这边请 这边请 来 谢谢 请进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 是著名的法国插画艺术家 瑞贝卡 道鲁门的绘画艺术展 她热衷于为青少年刊物创作 热爱摄影 一九九六年发表处女作 山羊与大绘廊之后 她的绘本呢 分别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小朋友们 瑞贝卡 道鲁门曾经说过 当她绘画的时候 是专心一致地沉浸在画画里 所以你们看 这本 拇指男孩的秘密日记 是不是好像真能体会 和西北风当早餐的感觉啊 看 是 是 是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一个画家 任何人都可以怀疑自己 唯独老师你不行 因为你是陶玉飞啊 在瑞贝卡道鲁门的画作里 看到我的画中 没有的东西 终于明白为什么李承鄞 找了一个不适合市场的画家 做策诊 什么东西是老师画里面没有的 自由 灵魂 还有对绘画始终热情的初心 这才是一个画家 该具备的东西 老师的才华 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一个真正的画家 应该把他的全部经历 放在创作上 哪像我 只想赚钱 想复仇 背着这些东西 是蚂蚁 我怎么当好一个画家呢 你也要不要 这个陶玉飞 他果然出手 救了李承鄞 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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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 肯定是有预谋的 老师 你要是再不采取行动 等到这狼养大了 牙齿锋利了 会咬人了 可能就来不及了 不怕 如果他是狼 我就之后 隔壁闹子在干嘛 这是 请勿打扰 还先发这人抢我台词 有没有人啊 喂 扰迷啊 有没有人啊 再不开门我报警了 哼 什么 重组 您听我说 康纳现在是有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是 好 进来吧 总监 这是画展的相关资料 你都听到了吧 你都听到了吧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要听到 现在康纳正面临重组的危机 所以这次画展的成败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口碑做出来 是 我一定会尽力的 不是尽力 是全力以赴 嗯 无论你的业务能力 还是危机处理能力 我都看在眼里 你表现得很好 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的 谢谢总监 没事去忙吧 我再高一点啊 腿伸直啊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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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你能不能轻点啊 你就可怜一下我这心灵 受创伤的小男子 行不行啊 受不了 你之前说的那个特别计划 进行怎么样了 有效果吗 暂时还没有效果 不过 我准备这礼拜再去他满花店 求他爸他妈帮我 你 喂 聂总 好 我加班赶一下 放心 好 可以送外卖吗 什么 这么晚了 谁啊 谁啊 你好 我是送外卖的 我没有点外卖啊 请问你是 是李承鄞小姐嗎 你好 我是 因為有人叫了我們那個 咖啡店的外送服務 說指名要給你 可以幫我簽收一下嗎 誰訂的咖啡啊 一位先生 他說他是你的鄰居 因為裝修給您叫了外送 給您道歉來著 李小姐 這邊就麻煩你簽收一下吧 好 哇 比素蓉咖啡好多了 鄰居到底何方神聖啊 還知道跟我道歉 鄰居還不錯 搬進來了 不知道新鄰居是誰啊 知道了 老師 請 認識你們的 要來了 要來了 我們就不送給大家 我送給大家 不送給大家 還是來 你送給大家 要來了 你們想要來 這裡 不送給大家 我們早點 不送給大家 我們又畫得 哇 對 不送給大家 娛娛娛 請 我 多了你 宇晨一 你这次的策展办得很好 口碑打得极小 谢谢总监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我们大家的 哎呀 你谦虚什么呀 来的人很多 完全出乎意料 我说过我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 谁可以把自己手上的策展办得成功 我一定会给他应有的提成 谢谢总监 好 今天晚上聚餐 我请客 谢谢总监 还真是手才没提醒啊 我 什么声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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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手 我要告他 你这句话有点严重 要不要解释一下 凭什么告我呢 私闯民宅侵犯骚扰 你跟我说你要装修房子 但没有说连着我的房子一起装修 好好看看合同第三十四条 你没有确定这么做好吗 看在我们同校议场的份上 你要是能够迅速地把这道门给我拆了 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亲自把门给拆了 没错 休想 看来你是要跟我死磕到底了是吗 进去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唐雨飞又不想把事情闹大 你也不要太过分 你别说谁 你别说谁 我不是 看 我说何也不说 你不要证明 你自己认证 我重想想 我重新的 爸爸 给我 我自己认证 你自己有不想想 你自己不要 自己的 李小姐 我会自己处理的 谭先生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我不知道物主是陶玉飞 秦郎你还骗我 说是你一个艺术家的朋友的 我老是是艺术家 也是我的朋友吗 你还狡辩 秦郎这话倒也没错 这胳膊仇怎么往外拐了你 不然我们重新找房子 我哪有钱啊 我全部的钱都压在这房子里了好吗 而且提前解约是要赔钱的 我知道 总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当然是为了保 保证自己的投资不会白费啊 我老师只是纯粹投资买房 原本就是要出租的 刚好陈寅姐在找房子嘛 与其租给外人 不如租给陈寅姐啊 真的只是这样吗 不是因为总监 对陈寅姐特别好吗 怎么可能 他呀只是为了整我 怎么会我老师他 陈寅飞 陈寅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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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啊 你要不要干脆下来好了 让你叔叔来吧 你这样我不放心啊 没事阿姨 叔叔年纪大了 怎么能让他上来呢 好替天啊 来 陈寅如果像你这样就好了 阿姨 小音 她还是一直躲着我 哎呀 不要紧了 女孩子闹一点小别扭 很快就没事了 那阿姨 能不能你跟叔叔一起 帮我劝劝她 感情啊 最怕别人插手了 甲午 你要对我们家陈寅有信心的话呢 就耐着性子多哄哄她 陈寅就是发一点小脾气了 没事 有我跟你叔叔站在你这边 那阿姨 能不能把她的新地址给我呀 我 我去结账 来了来了 我在想哦 那个陈寅应该是怕我们给你通风报信 所以她也不让我们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阿姨我知道了 啊 电脑怎么又坏了 你要不要长点心哪 你是不是又把电源给提掉了 是吗 阿姨 你去吧 我这儿自己可以的 那你小心点 我马上回来 笨死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上面导演 你们也要不和她的 我先去吧 要不把电源给他们拿来 这儿哪儿怎么办 让我们喂 啊 我们去哪儿都拿来 我想这儿去啊 我不是老师 阿姨好 你来啦 伤得严重吗 医生怎么说的 有没有伤到膝盖啊 没事啊 小伤 在球场里 打球比这严重得多都瘦了 没事 不是 你之前伤到过膝盖一次 会很疼吗 没多大事 真的没事吗 没事啊 你确定 天哪 可珊 你这个球队经理 还真是尽责 可珊 你来的时候 见到淳衣了吗 没有啊 应该等等就来了吧 在哪儿呢 女儿啊 甲午在我们家摔伤了 我知道你们在闹别扭 但是 你还是去关心她一下吧 好 你轻点 我又不是搓衣板 这么用力干嘛呀 就该让你跪搓衣板 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分寸 邱先生 你还记得自己在伤病名单吗 你这球还要不要打了 我就知道你来了要这么啰嗦 还嫌我啰嗦是吧 自己擦 好了 不敢了 她现在身上的伤 心里的伤已经够重了 不需要你在这里火上浇油 假装关心 你永远都在当好人 永远都是家午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你是伤他最深的人 看来 我现在不该出现在家午面前了 陈衣怎么还不来啊 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呗 怎么啦 怎么不擦了 等陈衣来了让她给你擦呀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球队经理而已 不应该做这种女朋友该做的事情 你就躺在这儿慢慢等吧 怎么翻脸速度比翻书都快啊 或许可身才是最适合家午的人 我现在是在帮自己开拓吗 小心可以吗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老师 陈衣姐看起来真的很烦恼 你要不要跟她道个歉 我道歉 我干嘛要跟她道歉 毕竟是您破坏她的房子呀 搞不清楚状况 是我的房子 好好好 我吃做饭 我吃做饭 喂 妈 到医院了吗 我实在走不开 今天是假日 你有什么走不开的 哎呦 女儿啊 你不要跟家午闹别扭了好不好 她这次说的真的很严重 你赶快去医院看看她吧 我跟你说啊 你真的不能光流可山一个人在哪儿 那真是 真是什么 哎 没有了 反正你赶快去关心一下家午了 啊 听话啊 女儿 啊 好 我知道了 你是把厨房炸掉吗 我还没开始做 我还没开始做 那什么声音 李淳于是要把我房子给炸了吗 老师真霸气 连招呼都不打 I see you every morning She brightest of my face She's straight out of a picture Çok protection子 All the way FC check in the internet Where her body's caught from this morning Should I make a move now Say what to me Where you know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良心发现了 什么时候知道疼妈咪了 给家伍的 给家伍的干嘛不自己拿去 女儿啊女儿 那个家伍啊 是为了帮我们店里的忙 才摔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不要跟他怄计了嘛 妈 这周真的很忙 等一下还要去加班 还要应付那些记者 画展什么 忙工作忙工作 他都上成这个样子了 你也应该照顾照顾他吧 你不要老是比女儿嘛 工作也很重要啊 大不了啊 我们多去医院挤她 我们来照顾家伍不就行了吗 那能一样吗 人家家伍娶的是我们家的女儿 又不是你 不要理你妈 爸爸支持你 这是干什么 家伍是因为帮我们才受伤的 这里面的钱 够他这次药费了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你妈已经跟家伍说过这件事情了 可是家伍呢 坚持不要 可是我跟家伍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还有吗 没有了 全喝完了 只剩骨头了 骨头也可以吃完啊 这可是小音给我精心准备的鸡汤 不吃完太浪费了 要吃你自己吃 家伍哥 怎么 有没有好一点 今天不用训练啊 教练让我来看你啊 小伤而已 教练这么给面子啊 其实 教练是说 可珊是球队的经理人 所以 让我请可珊回去 知道了 家伍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明天我会找时间回去的 好 那这几天辛苦你了 知道我辛苦就好好练球 不要像某人一样 只会给我惹麻烦 好了 知道了 不随便惹事 最好是 最好是 听说这次画展的主题 是陈寅姐策划的 画展这么成功 老师不打算跟她倒喝一下吗 法国著名的插画艺术家 尔比卡·道主门 他的作品呢 总是能融入自己的风格 所以呢 他的画得非常地纯粹 好 我来吧 你坐 你还知道痛啊 我就去看一眼 看一眼就回来了 还看 邱家伍你都这个样子了 能走到画展吗 你连站都站不稳 你是真的不怕毁了你自己吗 我的伤情我自己特别清楚 老实说 我可能没有上场的机会了 但如果没有陈寅的话 我真的没有目标了 陈寅陈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她 她到底哪里值得你对她这样了 她根本不爱你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她觉得更烦 我去洗东西 小燕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老师稍等一下我去拿车 好 请 这边 谢谢 我送他们 慢走 来这边请 这个展览办得不错嘛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这个展览唤醒我身为一个画家的初心 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 一个人抱着帽 我爱你 我想你 每分每秒 都逃不了 我们各自选择爱情的记号 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只有美好 你能不能让我知道我知道 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 有时候勇敢面对 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 原谅我早就知道就知道 别想要让你先说的 陈衣 是你不放过我 还是我放不下你 女儿啊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看你都瘦了 来 来 泡椒凤爪 椒原蛋白 好了 老爸老妈 你们这是要喂猪的节奏啊 好吗 女儿啊 你一个人在外面住 肯定没有办法 自己弄吃的弄喝的吧 是啊 自己做饭多麻烦 就要外卖多方便 跟谁去啊 外卖方便吗 想套我花拾吧 就不告诉你 免得你啊 偷偷告诉家伍 你就这么荣木晒家伍啊 七年的感情说散就散了 老爸老妈这样教你的啊 老妈 我跟家伍真的只适合做朋友 你怎么知道跟她不适合做夫妻啊 你事都没事过 等等等等 你这话说得越来越离谱了 你这不是鼓励女儿去试婚吗 这怎么行啊 我觉得女儿这样挺好的 理解自己的感情 明白自己要或不要 哪里不对了 哪里不对了 她几岁了 她还是六岁了 再不嫁人都要错过黄金生育期了 我 那你说说看 她现在斩断情思 放弃一个好对象 好男人哪里对了 哪里对了啊 家伍也许是个好男人 她是不是一个好的对象 现在言之过早了 好了 你不要再吵了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找结婚对象 就跟挑鞋子是一样的 你总不能因为 怕挑不到好鞋子 就随便找一双不合脚的吧 那不是会疼一辈子吗 对 再怎么不合脚 这双鞋都陪你走了七年来 你这样说扔就扔 你对这双鞋会不会太无情了 妈 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啊 我没有说家伍是鞋子 我还没吃呢 不听我的话 就不要回来吃饭了 你想扔掉旧鞋呢 就得买双新鞋 光着脚不同意明白吗 你这是干什么 男的女儿回来吃个饭 你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啊 好嘞 我幼稚 我 我还没吃完呢 反正你们父女同意过的 就别吃我少的菜 去外面吃 没关系 别跟你妈支气 我们去外面吃 好 老爸无限期地支持你 好 挺住 好 出过一趟 你的心情跟气色 都看起来好了很多 那当然了 我最近成功地并购了一家 前景很看好的策展公司 能让你看上的策展公司不多 是哪一家 康呢 古人好眼光 康那最近策展部很成功 很多新兴艺术家 都跟他们合作 连有资历的艺术家 都主动联络他们策展 或者办拍卖会 那当然了 以我投注的眼光 除了你 我什么时候错过了 好 谢谢你 这个展览唤醒我身为一个画家的初心 这个人今天竟然跟我道喜 他是不是变态啊 过去耍我的吧 该不会一会儿从门里跳出来的吧 这人今天真的很奇怪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 你想当钟玉的特助 理由是什么 是我对你不好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说 钟玉姐一个女人家在商场里闯荡 始终没有人陪她 这回她买下康纳 要带领康纳那一票人 不是很花功夫吗 我多少可以帮她一点忙啊 等她上手了 我就回来 是她跟你提的 是我自己想的 就当作 是一个借降的概念 行吗 老师 早知道你这么仰慕她 我就早点让你过去她身边了 我 我没有了 怎么会 我真的只是去帮她一下而已 过一阵子我就回来了 过一阵子 我也不一定让你回来 老师 你是不是在生我气啊 如果你生气了 我就不去了 不是 我另有安排 说真的 我不知道 钟玉并购康纳的目的是什么 是觉得 康纳真的有前景值得投资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你既然这样 那你更应该派我去了 说到底 你就是要过去对不对 好 好 我去跟她说一声 但至于你要待多久 我说了算 是 老师 慢慢动一下脚趾头 医生 怎么样了 持续治疗观察吧 邱先生 今天还是一样 多休息 少下床走动 又在床上待着 早晚都会发霉 你就多忍耐点吧 嗯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还是有心事啊 可珊 小音 今天不会来了对吧 我怎么知道 我是球队的经理 又不是她的经理 作词 偶尔想起还是会强然难过 听说曾经你回来过 如果是那时候 好想对你说 很对不起 直到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听你身影 亲口告诉你 很对不起 很对不起 在每次深呼吸 还很清晰 那瞬间坚持的每秒回忆 每个场景 让我一直牵挂的 依然是你 很对不起 直到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听你身影 亲口告诉你 遇见你 遇见我爱你 你看了姚一鸣的记者会吗 看了 你早就之前 还要给我送咖啡 让我好好策划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这么多 不是应该你求我不要毁约吗 她的伤 她的伤 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我能帮她做什么吗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她 不要再跟她联系 那就是帮她 我知道该怎么做 家雾 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不是去挽回我 而是要学会好好面对现实 我已经往前走了 你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